两口子是吧 对 结婚几年 结婚七年 七年了 从认识到结婚七年 有娃没 有的 娃多的 五岁 你来干嘛呀 我就是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 通过现场的情感 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些婚姻当中 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从哪个问题开始 北伦第一点 我就感觉他 拍人非常老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 属于一手就是一个月三十天 可能上班二十天 可能回家就 人家在十天 工作也比较辛苦 回到家里之后 需要一个 可能任何人回到家里的时候 都需要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从我推开门的一刹那 从门口到沙发 到台阶到二楼 全都是他的东西 什么鞋了 衣服了 包了 窿子地上全都是东西 就家里很离乱 很乱很乱 可以说一片狼藉 这个你承认吗 我也打扫 一个月 也就打扫最多两回 因为我平时也很忙 然后在家闲一些的时候 就想多休息一下 其实我乱点屋子 他乱点屋子 我也希望他能给孩子 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 我下班工作回家的时候 我在收拾 我把他的所有东西 全都收拾一遍 楼上楼下的 但是我收拾的 没有他造过的快 我前面收拾的 后面紧接着又造成 又是一样 但是很 我在家的时候 我希望他能给孩子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 很多的时候都是 我会把孩子 也照顾得很干净 然后自己也很干净 只不过家里的 很少去弄我的 那些衣服什么的 就是乱 对 是脏还是乱 在我看来乱中有序 乱中有序 然后我自己能找到 我的东西 好 后来是又脏又乱 行 第一点 来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他特别爱花钱 可以这么说吧 一天如果挣500块钱的话 他可能有300块钱 这一天得花到300到400块钱 很愿意逛街 很愿意溜达 每当溜达 买东西的时候呢 就一到胜了就控制不住 这个我觉得 每一个女孩 都应该这样吧 我希望他能攒点钱 我倒不是不让他花钱 花钱花得棒 消费关键有 因为我们两个 就是学艺术的 艺术毕业 从毕业了以后吧 他慢慢就进入了 就是他唱歌 晚上在外面 在西餐厅去唱歌 下班回家非常晚 所以说 他现在这么辛苦 我看他这么辛苦 可能是 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吧 听明白了 他天天竟然这么辛苦 为什么 熬着自己的 熬着自己的青春 我希望他能攒 攒些一点钱 到以后能用上 这样能用 弄钱的时候 能拿出点钱 就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 我的这个工作 我其实也不太愿意演了 现在就是小的时候 学艺术 然后呢 他又每天上班很忙 出去了一个月 能回来十天那样 然后我在家待着又很无聊 然后我本身 还有这个 唱歌的天赋 干嘛不出去赚一份钱呢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就很多时间 所以现在是个歌手 是吧 对 行 这是钱的问题 还有呢 我希望他能把晚上 在这唱歌的工作呀 转变一下 换一下 因为不但每天 下班非常晚 而且 在那个环境里 会有一些形形色色 各种各样的人 你能保证你 自己的行为举动 对吧 但你怎么保证别人呢 有些人喝多了 或者怎么样了 因为我接触不到任何客人 我只是演完出就走 是你接触不到客人 我也说了 这跟他没关系 你怎么知道 你能控制到别人的思维 想往的思维吗 这个人喝多了 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 希望他放工作 是这意思吧 或者说就做全职了 是这意思吗 我倒不是希望他做全职 因为他对音乐 有这个爱好 我们都是共同学音乐 我也支持他 你可不可以换在白天 就是你既然喜欢音乐 为什么不做一个音效了 或者是婚庆公司了 这都可以在白天 为什么非得在晚上 我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 就是晚上那种生活 我白天特别不喜欢 白天上午几乎都是在睡觉 听明白了 就是从生活观到了工作观都不一样 还有吗 抱怨还挺多 这老公来 还有就是他晚上下班之后 泡喝酒 而且跟朋友喝酒可能会喝得很晚 经常后班也回家 本来下班就很晚 可能吃吃饭 跟朋友聊聊天喝喝酒 都已经 但是我的朋友你都认识 对吧 没有你不认识的 我的朋友 我的所有女朋友你都认识 我们在一块吃饭也是很正常的 是 在一个我 你们吃饭正常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只是说 晚上回来有点太晚了 我真是有点不太好 在一个对身体也不太好 是是 我好奇地问一句 孩子谁带啊 这晚上出去又演出 婆婆和妈妈 又吃饭 婆婆和妈妈 有的时候 就家离得都不远 然后各自过各自的那种 把孩子送过去 那样的 然后我晚上 我晚上是五点半 西餐厅唱到八点左右 这个时间 我就没有时间吃饭 然后呢 紧接着就要演下一场 总共一天晚上两场 大概十一点结束了 然后我就会 约我的朋友们 一块出去吃个饭 因为我没有时间吃饭 在人家吃饭点 我正在工作 五点之前你可以吃饭 正常人都是晚上四五点钟 你想想 我起来的时候 已经十二点了 我刚吃完饭 我四点到十点 所以说我想改变 你这种晚上的时候 你这种晚上的时候 你跟正常人就不正常 人白天都在工作的时候 你在睡觉 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在工作 这个有多少年了 你所谓的不正常 两年多 两年多 改还来得及 愿意改吗 也不愿意改是吧 习惯了是吧 关键可能 还能在一个舞台上去唱 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 我也想给家里 减轻一分负担 因为太了解自己 想要的东西 其实挺多的 不想给家里人 添很多的压力 然后而且文叔 他总说我买买买 我又没有去像什么样的女孩 去透支卡 去买奢侈品 这样 不会 我只是在我有限的能力当中 然后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就总觉得我的吊牌 有的衣服都没有摘 然后就觉得我浪费 然后就送人了 他一帮我收拾衣服 就会劝我 大声跟我说话 嗷嗷喊着那种说 那你们俩的 这个夫妻之间的交流的时间有吗 也会有 但是他上班的时间久 回来十天 他大概得有八天是在外边玩 打牌 然后跟朋友聚会 然后他有他的爱好 打台球 费勤忘食的 有的时候会打一天 你也不管孩子是吧 孩子管 管啥呀 外天上优优园 晚上 晚上 跟孩子待一会儿 孩子睡觉比较早 那你这个二十天工作 还是在家对吧 不是在家 就外地 不在家的 对 是在外地 因为我从事石油在你行业 只是在宫九野店 人都没有 那你等于回家十天 这十天你还要出去玩八天 我不光是出去玩八天 我也陪他呀 只是在白天的时候 有时候他 白天他还有些商业演出了 他偶尔会陪我逛一次街 然后呢 不是丢这个东西 就丢那个东西 我这前脚刚挂完这家店铺 刚买完东西 后脚去第二家 就得去前面一家 去取那两样东西 就是丢三拉子 从来不帮我尽管东西 所有的事都得我自己去尽管 行 那这个我承认 咱们看这个大冲突 大矛盾 排一排啊 花钱 懒 工作 是吧 大概是这么三个方向的大矛盾 你最想解决哪个呀 其实还有一点是最让我受不了的 有最受不了的 说 就是他喝完酒回来 总翻一些以前的旧事 就是翻小肠 把以前的旧账翻出来 他喝完酒回来 本来挺晚 有时候我可能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还有工作 但是他回来 他不管你 你干什么 回来就坐那儿 就跟你说 每天都乱了吗 对 那你说我心里有委屈的时候 我不跟你说 难道我跟外人说吗 你当然可以跟我说 你有 真要是说我什么大理 当然可以说 但是都是一些以前的事 我躲不起吗 我躲吧 我上那屋子了 他就上那屋子跟你说 人家不想跟你聊会儿天 那我 我跟你说那些事 我当时已经恐怖 我不知声还不行吗 不知声还不行 你必须得跟他解释 所有的事 他重新解释一遍 解释完之后 他可能过一会儿去找 给我整的 这一手机 马上去不找 因为你想啊 一个月二十多天不在家 对吧 二十天不在家 回家十天 白天你要出去玩会儿 晚上他要出去上班 你们俩基本没有什么交流的时候 所以只能喝完就要翻旧账 所以我们会发现 就这段婚姻还是挺特别的 至少这两年 你在这个晚上出去工作之后 这两年 这段婚姻挺特别的 第一是丈夫工作特殊 对吧 二十天要在野外 二十天才回到家 这是第一个特殊性 对吧 等于是离多俱少 第二是妻子的工作也有特殊性 她是晚上要出去唱歌 这又是一个特殊性 打小又学艺术是吧 又不太会理财 是吧 两个人都 打小又造就了这种月光族的 这种生活的观念 所以这么一个家庭 现在有一个五岁的孩子 男孩女孩 女孩 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孩 所以这两口子又年轻 结婚也早是吧 资料上面今年才三十岁嘛 结婚七年 二十三岁就结了婚了 孩子都五岁了 所以他们的人生前面过得还挺快 腾腾腾 该完成的都完成了 下面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现在觉得有点乏胃 或者过得累 还是不顺 总是事里头大 大 总是小事 就是想 你想让她把工作改变一下 因为我真的挺辛苦 对 所以其实 最核心的事 还是希望 妻子换一种生活方式 对吧 希望她回归家庭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新洋美容APP 秋皮特奔券 唯一都是假 只要有孩子的存在 你们彼此就会因为孩子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关联 如果孩子在家 你哪有时间去唱歌 所以说其实你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自己的工作放在了孩子放在了家的前面 不要说自己的工作有多难歌手 不要说只有多难改变 实际上都是可以改变 不过是你们彼此适应了现在这种单身生活 男生唯一休息的那八天十天 你都拿出去消遣 如果女生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一定会谴责这样的父亲 但事实上你也把家里面搞得不像一个家 乱七八糟 你不能够给男人回来以后的一种归宿感 男人也不能够给你一种安全和孩子的父亲的责任感 那么这个家其实早就散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彼此还要过下去 就应该尽一切的可能把精力投入到这个家里 否则的话离婚在即 就这样